現在外圍的人不能進去 裡面的人都不能進去 以我們所知 裡面還有三、四個香港的遊客 在裡面已經困了兩、三天 昨天他們用短訊跟他們通知 說他們裡面的水和食物已經越來越少了 他們跟我們拯救一下 問我們什麼方法都出來了 我們有些嘗試 今早就去到外圍那裡 跟警方人員談過 有些香港遊客裡面怎麼樣 他說要等搜查完畢之後 他們才可以出來 所以暫時他們都不能幫到他們 而軍警方面 昨天已經做了通告 要這些知識分子 策劃這次暴亂的人 要在星期二之前投案 所以就這樣看 我想搜查工作還要進行一段時間 分別一次 現在主要的情況就是一個封鎖區裡面 就是說 前幾天暴亂最嚴重的地方 八角加列裡面的封鎖區裡面 那個搜查工作應該就由解放軍來接管了 以至於外圍工作應該是由武警、公安來進行的 即是等於現在看到畫面的 我們這個外面的太陽島這個地區 都是由武警和普通的警察來執行這個搜查行動的 再說回在封鎖區裡面那幾個香港遊客 其實我們現在 今早已經打不通電話給他們 已經跟他們失去了聯網 是的 胡尼康 你剛剛 大約10分鐘之前 我們就看到警察是 是的 現在看到這個小區 也都已經開始撤退了 看到 暫時我們所看 他們沒有搜到任何的東西 也都沒有拘捕到任何人士 看回問 最初這些人 部隊衝進來的時候 他們比較緊張 跑了一陣子 但是進來之後 看到他們 居民的程序已經很平靜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反抗 也沒有任何的緊張可以看到出來 看看這班的部隊人員撤離了這區之後 看看會不會進另一區 如果不會的話 就可能完全離開太陽島這個地區 照現在軍車那個警車的方向 應該如果要上車之後應該就撤離這個地區 就應該就